下一位是葵芳工藥組代表 馮淑儀小姐 謝謝 梁振晶、梁志雄、工聯會這班工賊 全部都是隔起來娛樂我們全香港的打工仔 標準工事諮詢了這麼多年 工人的意願全港人都明白是什麼 現在今時今日竟然說變成了合約工事 除了浪費時間、勞民商臺 明明說我是標準工事的 現在就變成了合約工事 如果是用合約工事還用什麼立法 偷天換日官商勾結已經是無法無天 還說要立法 工人就更加低淡 口硬刀還說會影響香港的競爭能力 這樣做還要多麼為工人 講到這麼難看 人不少都狗肺 正所謂苛靜萬於虎 我奉勸來界的政府一定要撥亂反正 反正真正的標準工事立法 做回全香港的市民 既然既然有公共機構 都已經可以實施標準工事 好像醫管局一樣 都可以造福他客客的員工 為什麼政府還可以用這麼多藉口去不推行 政府帶頭已經根本集無旁財 現在的打工仔 講舒適生活簡直是夢想 人人為了不是為生活而生存 是為生存而生活 這樣生活 叫全香港的打工仔 還有沒有將來 政府和商家佬 麻煩真是為全香港 都是為香港好的 真是正在拍攝去為香港人打工仔 想想 是這麼多 麻煩 好 麻煩你